森美兰福荣一家网页设计公司 前年透过设立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便利店 以高回酬投资噱头 成功吸引了超过900名商家 投资超过200万令吉 但是这家公司今年初投下了结业震撼弹 负责人也销声匿迹 蒙受亏损的30多名投资人 前后向警方投报 怀疑有关公司涉嫌诈骗 但是1月开档调查至今迟迟没有下文 而这家公司目前在名义上 仍属合法公司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涉嫌利诱社团领袖投资与加盟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虽然已经在今年初崩盘 但有关公司至今在名义上 还是属于合法公司 这家公司两年前透过投资联盟便利店 以及加盟电子商务两种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吸引超过900名商家 以最少1000到10万令吉的费用入股 公司更在森美兰 槟城 西加墨 以及巴珠巴霞设下了据点 但今年1月却以财务状况为由终止营运 创办人也人间蒸发 面对人去楼空的公司 超过10万令吉的货运烂摊子 全都落在前营运经理的肩上 除了陈忠义 几名受骗商家今天也在记者会上 叙述落入骗局的经过 韩先生表示 面对看似安全可靠的高回酬契机 不善经商的自己就邀请了妻儿好友一起投资入股 没想到9万令吉就这样一去不返 有鉴于此 吴建南在上个月治韩涉案公司 要求对方赔偿一众投资商人 他也敦促商业罪案调查组 依据现有的犯罪证据 尽快采取对付行动 取缔不法之徒 以免骗子吝啬大本营 继续招摇撞骗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陈伟任 森美兰芙荣报导